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就诞生在这里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 今天我们来逛一下浙江富阳的皇宫望隐居地景区 朋友们怎么进来了 这个景区的门票平常是45块钱 但是最近是有优惠政策 在2023年4月1号之前来的话都是免费 不需要买门票 不区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 只要你在这个时间之前来游览 都是免费的 进来之后首先是一片园林 这里有一个湖 湖上面有排建筑 这个是皇宫望纪念馆 下而我决定最后的时候 再来参观这个纪念馆 纪念馆的左手边有一条路 咱们可以沿着这个路 一路的往山谷的里面去进发 会穿过一片森林公园 然后在森林公园的后面 就是元代著名的画家皇宫望先生 他当年隐居在杭州富阳这边时候的故居 走着 现在咱们沿着游不到往山谷里面进发 春天到了 这些树木都开始突出翠绿的新叶了 朋友们元代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矛盾 都非常剧烈的朝代 知识分子的地位被打得非常的低 所谓九如石盖 讲的就是元代时候的情况 所以当时的文人大都比较的消极避世 不跟朝廷玩了 寄行山水 这也使得山水画在元代时 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 其中皇宫望就是整个元代 数一数二的山水画的大师 他是江苏常厨人 不过在晚年的时候 是隐居在浙江富阳这边 也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代表作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 傅春山居图 皇宫望自子久 大家琢磨一下 他这个姓名和字 还是蛮有意思的 连在一起读 就是皇宫望子久 就说老皇 他一直盼望这个儿子 盼了好久 那是不是说皇宫望他爹 老来得子 喜出望外 然后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呢 实际上并不是 皇宫望他的一生 还是比较坎坷的 他的本名是叫陆坚 但是幼年父母双王成了孤儿 生活非常的困顿 在十岁走的时候 他是被过击到了浙江温州平阳县 一个姓黄的老头那边给他当儿子 就刚才讲的皇宫 然后名字就被改成了皇宫望 字字久 这个景区进来之后 咱们就沿着这个 游不到一路的往里面走 就只有一条路 大概走个2.5公里左右 能够进到景区的最里面 所以往返大概是5公里左右的步行的路程 全部是非常平缓的 游不到 没有山路要爬 在这边半山腰的山上 有一尊非常巨大的观音像 藏在树叶的后面 在观音像的前面呢 是有一个湖 在湖上停着一只乌棚船 还是挺有意境的 可以在这边拍个照 另外在这个水里面 夏尔还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看 在这边是有一个十字形的船锚 虽然我一直以为只有海上的巨轮 是用这种十字船锚来停船的 原来这种小屋棚船 也是用它来停船 有意思啊 长知识了 走 咱们继续往里面去进发 这里有个牌坊 过了牌坊之后 前面就是皇宫望 它真正隐居的院子了 原高市皇宫望 节庐处 节庐就是造茅草屋 这个是源自于陶渊明的一句诗 节庐在人静 而乌车马轩 所以后来文人就管在山里面 造一个隐居用的房子 叫做节庐 凡是有文人的地方 就会有竹子 古人是给竹子脑补出了 非常多的优良品德 比方说它空心 就象征着虚心 它分节就代表着气节 它灵动不雕 这叫不屈 以及竹子修长笔直 恰似文人心中 长生玉丽的君子形象 评论咱们走到了山谷的尽头 在这边终于是见到了黄公望 它节庐真正的庐 穿过这个门 就是黄公望 他老人家当年在这边隐居时候的院子了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楼 左手边的这个叫南楼 是黄公望它的书房和画室 富春山剧图 就在这个南楼里面创作的 然后右手边 这个是黄公望 他生活几居的楼 叫做小洞天 走咱们进去看一下 小洞天 黄公望它是个道士 道士就喜欢在各种山洞里面修道 所以黄公望就管它的屋子 叫做小洞天 中间这边是客厅 旁边是卧室 然后左手边是厨房 就这么一个三合一的屋子 像前段时间是有个视频 带大家参观了 安吉天下银坑景区的西施的故具 还打开了一下西施家 他们家的柜子 偷窟了一下柜子里面的东西 但这个黄公望隐居地景区 是要管理的更加严格一些 这边有一些栏杆 所以咱们并不能够上前 打开柜子 满足一下好奇心 整体上这个屋子 布置的还是比较的朴素 简单的 这些城市 各位朋友们 在看完了黄公望截图处之后 咱们沿原路返回 去到刚进景区的时候 见到黄公望纪念馆 去参观一下 走着 黄公望从小就非常聪慧 但是身不逢时 他年轻的会儿是恰逢 原初科举制度 被停废的几十年 所以说他只能当一名小利 但他非常的努力上进 试图发展也算是比较的顺利 当了个小官 不料 在他46岁那年 他追随了多年的领导 是因为贪污案 被治的罪 黄公望自己也是受到牵连 入了狱 在牢里面待了整整五年 出来的时候已经是50岁了 事业可以说是背叛的死刑 黄公望因此是备受打击 于是选择出家当了个道士 开始游山玩水浪迹天涯 但是也正在这个过程中 他开始对江河山川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开始认真地钻研山水画 他一生真正的饰演 可以说是在50岁今年 才真正的起步了 包括他的巅峰之作 傅春山居图 也是在他将近80岁的时候 花了四年时间才画完的 大器晚成 朋友们咱们现在是回到了景区的入口处 现在来参观这个黄公望纪念馆 少有大志半生坎坷 这边是介绍黄公望他的生平 这刚才一路上 少已经大致的给大家讲解过了 咱们找一下傅春山居图吧 这边应该有 这边有个大厅 有一个黄公望他老人家的雕塑 在大厅的中间有个桌子 桌子里面摆的就是傅春山居图 当然并不是真迹 是一个模本 傅春一角 这个实际上是一语双关 一方面讲的是后面的这个画 他画的只是傅春江一个角落的景色 另外一方面 也是说这个画只是傅春山居图的一小部分 大家看 这个傅春山居图在这边是分成了两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作品 他在创作出来之后 是几经转手 到了明末的时候 是传到了一位叫做 吴洪玉的收藏家的手中 这个吴洪玉呢 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 所以说在他临死的时候 是把画丢到了火炉里面 想要烧掉来给自己殉葬 不过还好当时他的侄子是就在旁边 所以赶紧去把画给抢救出来了 可惜当时画已经被烧成了两节 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左右两幅 傅春山居图 右边的这个叫圣山居图 是比较小 珍稷现在是藏在这辆省博物馆 然后左边的这个要更加长一点的呢 叫做无用试卷 珍稷是藏在台北的公共博物院 古人画这种山水画讲究三远啊 画出山的高耸感叫做高远 画出平面上的辽阔感叫做平远 画出前山和后山的层次感叫做深远 虾我理解大概就是说在一张平面的纸上 要怎么样让观众感受到这个山是立体的 而不是平的呢 就是立体几何的XYZ三轴坐标 横竖重 在三个方向上都要给足足够的信息 才能够让山有立体感 各位本们看完了纪念馆之后 咱们黄光隐居地这个景区就友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景区的游客还是不少的 如果说对这边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趁着免费的福利过来游一波 我是夏儿 感谢大家关注支持 咱们下个今天再见 拜拜